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镜黑 虽然说它是黑 可是它不是真正的全黑 它在当中呢 还是能够反射出一些 我们在自然界里面 也能感受到的暗色 そしてこちらのLuminous Chromeは 表里光を反射するミラーエフェクトを採用し 非常にインパクトのある カラーバリエーショ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再来看到的是镜银 那镜银因为它能够 具有一个很漂亮的镜面反射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整体的设计呈现上面 是相当的有震撼的 はい そして今回非常に落ち着きのある ブロンズピンクも ご用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那么在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推出了 整个颜色表现非常沉稳的 镜粉这样子选择 はい Xperia XZ Premiumでは こちらの三色を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 所以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我们在Xpermium这个系列当中 提供的三种颜色选择 はい 続きまして Xperia XZSの説明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XD S这个系列 こちらも先ほどと同様にループデザインを採用したモデ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好那这个机型呢 一样我们是采用刚刚所说的这个ループデザイン 背面はこのMotion i の部分も含めて金属のバックパネ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上的是它的背面 所以包括背面的这个Motion i 相机模组的部分呢 都是用金属と打造的 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颜色的部分 一个要介绍的是金和蓝 那它除了是我们在这个趋势当中要介绍的颜色之外呢 另外这个蓝色它同样也是取材于自然的一种颜色 就是一个无光的不光纯的颜色 はいこのようにしてXZとSでは非常に落ち着きのある こちらの三色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是XD S的系列的颜色 整个三个颜色我们都是走比较沉稳的方向 はい続きましてXperia XA1です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系列是XA1 好那在这个XA1上面呢 我们主要采用的设计概念是 Super Nano Border Design就是我们的几盏边框 このLoop Surface Designの効果 非常に手に馴染みやすいデザインとなって 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Loop Design的设计呢 它可以让我们拿到手上的时候 觉得非常地服贴 手感非常地顺 はいそしてこの輝きのある エッジのトリートメントを装着して カーブを持った2.5Dガラスも使い 非常にスムースな仕上がり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边角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2.5D的这个玻璃 那因为它有一个圆固的效果 所以在这样子切割的效果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光线 也是非常地重要非常地漂亮 はいこちらはブラック ワイト ピンク ゴールドの4色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好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看到的4个颜色 它分别有这个呼呼黑圈圈 白还有这个闪闪金跟附近粉 じゃあ最後にエクステリアエクステリアエクステリア1ウルトラを説明します 我们最后来介绍的是エクステリアエクステリアウルトラ这个系列 こちらもまず初めに部品がありますのでご覧ください 我们一定要先请各位看一achten短短的影片 好 そう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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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